有心 这个各位大婶大嫂大姐大妹子 欢迎大伙前来应聘 御快计你怼得干啥呢 你看你这话问的 我在这帮忙你们 这不是咱们这个方董市长 和焦总经理信任我 让我来负责这次应聘面试工作 所以大伙都听我指挥 来来来 这个凡事不遵守秩序 插队加三的 一律取消应聘资格 都排行队 排行队 排行队 对对对 后边进去 后边进去 对对对 这个天也不早了 人也不少了 咱们稍安勿躁 咱们这个应聘面试 马上开始 来 第一个 先跟我进 来 先给领导问个好 各位领导好 这不二胖家媳妇吗 你不在家好好养猪 你跑这凑什么热闹 这不是挣得多吗 还挺实在啊 那说说 你都会干啥 我 我会养猪啊 除了养猪 你还会干点别的吗 我 我还会打扫猪圈 给猪洗澡 我还能给猪接生呢 停停停停 我们这儿没有猪 你被淘汰了 你赶紧回家喂猪去吧 下一位 出来了 来了 咋样 二胖媳妇 咋样 二胖媳妇 不咋样 你们用屁吗 我得赶紧回家喂猪了 二胖媳妇 慢点走啊 一块去 该我了吧 对对对 咋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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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婶 你咋来了你 那婶啊 你这话说的 那别人新来就不新我来呀 不欢迎咋的 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那就别排着了 别人幸福了 人大伙都排着呢 我也不能特殊啊 咱哪能破坏规矩呢 哎呀 你看我婶就是有高度 那行 婶啊 你先排着 我进去通报一下 好好好 有事先忙着 嫂子 嫂子 您俩应聘主任知道吗 知道 不但知道啊 还非常支持的 您这一来呀 我们可就不好说了 你们这话说的 有啥不好说的 咱们大伙都公平竞争嘛 对不对啊 对对 啥 村主任媳妇也来应聘了 可不是咋的 就在门口排队呢 完了完了 这下麻烦了 麻烦啥呀 这说明咱公司有影响力 这是好事啊 啥好事啊 她可是村主任媳妇 她来应聘咱好意思拒绝吗 弄不好会得罪元大宝的 那就别拒绝了 用她不就行了吗 让人村主任媳妇当情节工 咱好意思吗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咱给她钱不就行了吗 你想想啊 连村主任的媳妇 都来咱公司打工了 以后村里人 谁还敢不买咱的账啊 有点道理 就定打了 就定打了 匙发生哦 我带来 swoop 枑orian 放摆 我带来 饺子 三千馅的 也太好了 小姑 你知道吗 方老爵家招聘清洁工呢 大家伙都抢着去应聘 你个清洁工有啥个气啊 人给的工资高啊 都高哪钱呢 一个月五千呢 五千 小姑 你不吃饭你干啥去 应聘去 你也应聘去 这个各位大婶大姐大妹子大妈 大伙都听我说啊 咱们今天的应聘面试啊 到此结束了 大伙都回去吧 回去吧 不用面试了 不用面试了 公司这个清洁工啊 已经订了 订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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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谁了呢 咱们暂时还得保密 大伙都回去吧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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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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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儿啊 沈儿啊 沈儿 沈儿 你先别走 恭喜沈儿啊 恭喜我 啥意思啊 你放心吧嫂子 这事我做主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真的 那那我啥时候上班啊 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啊 哎呀 太好了 谢谢老方 等会儿 老方 你叫董事长啊 啊 谢谢方董事长 谢谢焦总经理 不客气小马 小马 不是 以后在公司我叫你小马 出了公司我还叫你嫂子 为啥呀 因为 人在公司身不由己嘛 哦 理解理解 完全能够理解 那我走了啊 慢走啊 哎 慢走啊 哎 再见 喂 德水 你干啥呢 你咋还不走啊 没接上去啊 接啥上啊 不是 叔叔 那焦总都说好了 我在这帮忙给应聘 完事给我两千块钱 好 你看 对对对 放心 给你钱 咱们能欠会计钱呢 是吧 你这钱挣得有点太容易了吧 容易啥呀叔啊 你说我这忙前忙后的 嗓子都喊哑了 到现在这嗓子一个话都说不出来 你说说不出来 来来来来 谢谢焦总啊 这至少 谢谢啊 那拿着赶紧走吧 行 那行 我先撤了 不是 哎呀 瞎事来了 啊 小瞎 你怎么来了 你们公司不账招聘的吗 哎呀 真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应聘的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对呀 那 那我回去了 别回去啊 谁说结束了 啊 这招聘工作才刚刚开始 不对啊 咱不定了主任媳妇了吗 你定了你定了可以改嘛 对不对 是主任媳妇重要 还是我媳妇重要 你说啥 不是我我我是说 你在我心里很重要 如果你想来这个工作非你莫属了 真的吗 当然了我是公司董事长 这事儿我说了算 这什么波小霞 你干这工作有点不大合适吧 有啥不合适的 我来就是为挣钱来的 我也不白干 那咱俩以后可就是上下级关系了 对呀 你是老板 我是打工的吗 嗯 那我说啥 你可就要听啥 听 只要你不胡作非为就行 谁胡作非为啊 我的意思是说 咱们以后天天在一起工作 是吧 日子长了就会日久生情 心心相应 那个难舍难分 行了 那我还是回去吧 你别走啊 咱明天就签的合同怎么样 你可不许反悔 绝不反悔 行 明天见 别说明天见 以后咱们天天见 再见大姐啊 怎么还叫大姐呢 叫婶 对对对 叫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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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以叫婶 以后可以改口叫妈 这智商 那主持人的媳妇那儿咋办呢 这还真是个麻烦事 我这是她 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 我 我 这个再得来一钱 我 我 叔叔你看你 真是干啥呀 能办不能办 太能办了 不光能办 还能办好 这至少 咋样啊 小姑 搞定了 明天就签合同 不是 签什么合同 哦 小姑要去方老爵家当签结工了 真的 咋的合事 你是不是不同意啊 我怎么能不同意呢 我听说一个月工资五千呢 上哪儿找着好事去 小姑 你不怕方老爵占你便宜吗 他敢 别看他这董事长我这清洁工 他又敢跟我动歪线 我照样收拾他 哎呀 这公司完了 清洁工都能收拾董事长了 好 合事啊 以后咱饭店采购那活 我可就顶不了了 没事 有飞羊呢 咱家那吉姆摩尔大棚 我也照看不了 放心吧 有飞羊呢 啥意思呀 都交给我了 这点小活搁就顾不上 我要干大事 你啥大事啊 借钱 修路